新北运动中心2.0计划版 以新北运动据点为名 结合不同民间业者专业经营 多元服务大众运动的需求 市长侯友宜也特别到 运动异地站新装店开箱体验 新北市16座国民运动中心 明年即将检制完成 考量到市民运动场馆的需求 市府进一步推出运动中心2.0计划 让市民随时可以找到运动的好去处 新北未来在4年内 要盖16座的运动据点 这个地方就看起来 比渔网的体制能管完全不一样 这个不断发明激净 舒适 颜色鲜亮 更重要的这里面的设备设施 都是针对防护的专业来 运动来设备 市长侯友宜日前来到 运动异力站新装店开箱体验 由原本新北市劳工活动中心空间改造 并且和舞蹈网红Max老师 一同跳起自边的防护操 各位观众朋友看 对你爱爱爱不玩 点试一下 来 跟着我 市长我会问你重复再一次 好 再一次 哎 收音乐 我们对健康是爱不玩的 哎 点试一下 哎 再一次好吗 对你爱爱爱 好 我们要原地跳一下 然后转圈 小手举起来 谢谢 运动异力站新装店从12月10号到14号 推出市营运优惠 营业的时间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 民众都能免费使用体势能中心 16号开始正式营运 记者沈仲林锦鱼新装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